我們這次繼續講到一個建立人靈命的PDF 怎樣用來建立人的靈命 因為我們之前有傳過一個傳呼音的PDF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念頭呢? 就是因為我傳呼音的時候 就發覺如果當時立刻下載一些圖片 傳呼音更加好的 所以我去到這位姊妹 我不說名字了 去她那裡傳呼音的時候 我也是即時下載一些圖片的 即時跟她解釋的 亦都給她的女兒看的 可以一起看到關於耶穌釘實節家 耶穌救我們天堂地獄 一些圖片可以用來傳呼音的 而這個下一個 這個就是講到怎樣用來建立人的靈命 而這次是下半部份的 大家看到這個二維碼 在網上都會看到的 還有我有一個影片 就放了四個二維碼 那你一按它 你就可以下載了這個PDF 那你就可以用來傳呼音 或者建立人的靈命 好,我們這次就是一個 建立人靈命的PDF 那個內容 我現在是一個訊息 大家都可以一起把這個訊息傳給人的 就是同一個人說了 你想神喜悅你 和祝福你 整個生命被提升 你想不想呢 神一定會歡喜的 並且會傾到福氣在你身上的 我們之前 上一次已經說到 神一早已經單戀我們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因為有時候人會這樣想 哇,神這麼高 這麼聰明 這麼聖結 我這麼多罪 我怎麼敢 來到神面前很害怕 還有覺得自己不配 有時候人就會有這種想法 對於神的一種懼怕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其實當我們未曾懂得信耶穌 仍然未懂得悔改的時候 神已經愛我們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已經為我們死神的愛 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即是說我們都未曾聽到耶穌 未曾悔改 神已經愛我們 為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 即是說 祂已經愛我們 愛到的程度 肯為我們死 我們通常來說 一個人愛一個人 都不會愛到這個程度 而祂未認識我們 即是我們都未曾出生 當然在永恆神認識我們 但是未曾面對面見過我們的時候 神已經愛我們 想我們得著這個救恩 雖然當時我們還未有樣貌 但是神已經認識我們 在永恆 祂已經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祂已經認識我們 已經簡算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 神一直丹戀我們 譬如有一個人 如果你發覺 他如果在丹戀你 那你跟他建立關係是不難的 你知道他喜歡你 譬如他一見到你 就很喜歡跟你說話 很歡喜你 你知道跟這個人建立關係是不難的 我們的神也是這樣 所以你一找神 神就很喜歡 我們一愛神 神就很喜歡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 對於每個基督徒都有幫助 就是討神喜悅 是不難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很難 因為我們不夠完美 但是聖經說 很容易 為什麼容易呢 容易的意思不是說 我們不用付任何代價 而是我們做任何對的 神都會歡喜 真心悔改 天上都為我們歡喜 第一 然後祷告 神就祝福了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住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就是說神就不嫌棄我們 我們住在祂裡面 祂就即時會改變我們 更新我們 讓我們多結果子 然後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眼睛 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讀的恩典 將一杯水給一個屬基督的人 神都一定賞賜 神一定會紀念 那就是說 我們做任何小事 任何幫助人 譬如今次這位姊妹來 也是另一位姊妹 她是很熱心的 其實我們這裡有些人 都很熱心去帶朋友回來 你帶朋友回來 神都很喜悅 任何我們做在別人身上的事 神都喜悅 神都會賞賜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不是難的 雖然我們仍然有很多 不夠完美的地方 我們可能有些不完美 我們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 然後我們任何地方 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們不需要說 哎呀我還有很多缺欠 還有很多不聽話 但是我們盡量去聽話 一有些什麼罪 立即悔改 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 總之任何時間 聽神話 神都會歡喜 我自己每日祈禱 每次祈禱 我都是這樣的 我就讚美天父 我一讚美天父 我的心就相信 現在神就很歡喜 我經常都這樣相信 這不是驕傲 是神說了 祂說了我們親近祂 祂就歡喜 所以我 就一定去親近祂 他在西方眼書三章十七節那裡說到 祂會因我們歡欣喜樂 而我們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即是神歡呼 所以你一讚美神 感激神 聽神話 神就歡呼 神就歡呼 神就在那裡笑 那這一個是會令到我們 好有平安的心 好喜樂的心 來到神面前 就不會害怕 但很多人來到神面前 就說 糟了我不夠好 怎麼辦 但其實我們深信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那我們的心就會開心 神都笑 為什麼你不笑 神看著你都笑 你一親近神 祂都笑 那我們都可以開心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如果我們時事讚美神 神就歡喜 神歡喜 我們整個生命 整個心 這個心靈和身體都會健康 都會越來越健康 這個世界其實很多人都有病 有情緒病 身體的病 譬如那些精神病 自閉症 是一路上升的 現在是越來越高的 各樣的問題是越來越多 這個世界上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很多因素 譬如這個環境的污染 很多不好的東西 那些水裡面有很多膠 那些膠袋 有很多微粒 走到水裡 那些魚就吃光 那些微粒 也有很多魚 當牠死了 或者小鳥死的時候 劏開 裡面是放了很多膠 他們吃光 然後我們就吃牠 所以那些東西 其實都會走入我們的系統裡面 還有很多抗生素 很多化物在這個世界上 這是物質的影響 另外就是這個世界的罪的影響 因為人為了賺錢 所以用很多遊戲 用各樣的方法吸引人 要怎樣上網玩 令到那些人沉迷 整天都要追求刺激 那變成人的自立能力是不強的 就是整天都要依賴一些刺激 令到那些人的情緒不穩定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是不穩定的 但是我們依靠耶穌 如果我們依靠耶穌 神就歡喜 那你天天開心 我一親認神 神就歡喜 那人自然就會進步 就會情緒進步 就會越來越開心 你發覺很多人不信耶穌的人 他們的情緒都有某程度的問題 或者他們很容易發怒 但是一個愛神的人 又處理生命的人 他越來越開心 而下一點很重要 就是神長的一切 什麼在祂手中 祂什麼都可以給予我們 因為這個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屬耶穌 所有都是屬於耶穌的 詩篇第24篇第一節 而當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我們所有的東西 這裡講到不同的東西 會給我們有救恩 有愛 接納 耶穌釘十字架 聖靈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感動我們 信耶穌 以及聖經有很多的應許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以及如何跟從神 生命有奇妙計劃 每個人都可以進入神奇妙計劃 譬如先弟兄分享的時候 我發覺他這次說話是非常流暢 跟他平時是有分別的 我覺得是 真是神提升你的生命 你一邊聽話 你越聽話 你第二天就 完全越來越流暢 說話 越來越開心 那麼你整個生命 可以重建 這就是神的計劃和恩典 我希望大家都會跟從神的計劃 聖靈感動我們 悔改 跟從神 又帶領我們 保護我們 又供應我們的需要 又提升我們的生命 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又成日起落 又有聖靈的果子 又有力量 又有聰明智慧 任何困難都不受影響 如何處理 又有恩賜 又有教會幫助 並且有教務 和弟兄姊妹幫助 今生來生都有賞賜 今生有祝福 神又喜悅我們的好行為 將來去到新天新地 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會認得對方 因為譬如 耶穌出現的時候 有摩西和耶利亞出現 那些門徒 都未見過摩西耶利亞 都知道她是摩西耶利亞 還有 也有些額外的資料 有些人上天堂 看到她認識的親人離世 信耶穌去了天堂 另外 也看到一些聖經人物 有些人看到聖經人物 他們去到後都會認得 所以 將來我們就聚集在一起 這個 復興宣教的弟兄姊妹 有在一起 以及曾經我們幫過的人 其實有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見到這些人 有些可能 地上我不記得 但他們一起來 我就記得 現在不記得 現在周時都不記得 只見過一次、兩次、幾次 都不記得 但到天堂時都會記得 所以神給了我們很多禮物 所以 我們先講兩言重點 第一 神是 祭祈祥是 祈祷喜願 是不難的 因為祂戀愛 我們已經 已經戀愛我們無限年 第二 就是 神掌管一切 什麼都在神的手中 什麼都在神的手中 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講英品的能力 在神的手中 其實通常講英文 如果一個不是講英文的人 學英文,十歲之內 他講的口音就可以 跟回那些本身講英文的人的口音 但我去到外國的時候 是二十三歲 但神給我聰明智慧 學講英文是比很多人更加 更加像本身講英文的人 這是神的禮物 這是智慧聰明 我們講第三點 就是神充滿恩典、充滿詞 討厭起越不難 不過同時我們要知道一個真理 神是聖結公義 犯罪不悔改 他一定會管教和懲罰 悔改 神是會赦免 不過也有罪的後果 犯罪有罪的後果 譬如這樣 有一個人離婚 他求主赦免 耶穌赦免他 不過他離婚 是會帶來破壞的 即是他離婚 他求主赦免 他也求前妻原諒他 但是關係已經破壞了 亦有不好的見證 會有不好的後果 有些人說 小小的問題會不會影響 有時候我們生氣人 都會令我們內心不平安 裡面有憤怒、不開心 都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越處理生命 我來說 我不容許任何憤怒存留在我心中 有些人跟我說 他說 我說過這句話 那你當然是很介意我 我說我不介意的 我選擇不介意的 任何人對我不好 我都不介意的 我全部都放手的 因為我介意 我自己受傷害 我不會介意的 我介意我自己 拿屎上失的 我自己受影響 我不需要介意的 所以我選擇不介意的時候 我甚麼人我見到都是這麼歡喜快樂的 甚至有些人得罪我的 我都祝福他的 我都會對他善待他的 有一位有一個同工 之前跟我一起同工的時候 他就為了緊張教會 和緊張侍奉 但用的方法是用錯了的 他就和我之前適奴歸主的太太 就時時去投訴關於我的事情 結果我太太 當時又告訴我 是已經適奴歸主的太太 她說了給我聽的時候 也帶有很多情緒 結果我心裡很不開心 而且我都有幾年的時間 我心裡很害怕 經常都害怕別人會批評 經常都害怕做的事情不夠好 但我選擇做了一個碟 是送給她的 這個碟是說到什麼呢 耶穌紀念所有我們 為任何小子所做的一切 一杯糧水 何況你真的努力幫很多人 神一定會紀念 這個人真的很努力傳呼 不過他太緊張了 有時候緊張得來 他會說一些批判的話 但我看到他好的一面 我也是欣賞他 我特意會做這個碟 送給他 是想鼓勵他 想告訴他 你為主所做的神會紀念 就是我心裡 放下了以往一切的東西 有什麼所謂 不要緊 其實這個過程 我更加成長 為什麼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更加學到 整天拔著耶穌 在那個時候 我整天讚美耶穌 整天在家裡 唱一些詩篇 我便學到這種平安 覺得很平安舒服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反而成長 並且我更加覺得 欣賞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後來也學到 更加欣賞人 神是會 即是說 我們有罪 神會赦免 但罪是有後果 所以我們知道 一有罪的意念 千萬不要讓他進入 進入我們的行動和言語 即是不要生氣 就罵人 他心一生氣 就立即處理 立即平穩安靜 沒有所謂的 不死得 而 這裡說到 當我們犯罪不悔改 神一定管教和懲罰 就算犯罪悔改 也一定有管教和後果 什麼意思呢 這個人經常都傷害人 不過傷害人 又會求主赦免 但是他也一定有管教 神會管教他 讓他知道 他犯罪是不好的 而且他會有不良的後果 令到他的生命 與人關係不好 所以我們知道 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然後 就是真心悔改 禮罪 神一定喜歡和赦免我們的罪 不過罪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應該離開罪 和遵從神 為什麼呢 因為 約翰一書一章五節 我一起讀 神就是光 在他毫無黑暗 神是很好的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污衛黑暗 有些人聽到 就覺得很恐怖 糟了,神這麼聖結 我不敢見神 但其實神是很可愛的 你去到天堂的時候 你會看到神 去到天堂我們都會沒有罪 完全沒有罪 所有這些今世犯過的罪 我們都會有些內疚 有些污衛 譬如現在耶穌出現 可能有些人說 糟了 耶穌啊 我都犯了很多罪 很多不好的東西 我很多東西不見得光 在天堂這種內疚都會失去 所以當時我們不會再有內疚 雖然我們知道以前犯過罪 但我們不會有內疚 而在天堂的人 每個人都好像沒有了 不會記得以前得罪我們 或者我們得罪他們的地方 有些基督徒 都可能跟我們關係有些問題 但去到天堂好像沒有了東西 完全是接納 完全只是祝福 看到就很開心 在世上的時候 可能他看到你都會避開你 但在天堂看到你 就會很開心地笑 你可能會說 我從來未見我們笑得這麼開心 因為他沒有罪 所以他看到我們很開心 天堂就是這麼好 沒有罪就是這麼好 裡面完全是聖結 光明 完全沒有任何的污衛 沒有任何的憤怒 沒有任何的忌怨 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你的聖結很美麗 那麼很多家庭 是不是這麼聖結 你想想你的家庭 有沒有吵架 有沒有激氣怒吵 有沒有煩惱 就算你自己一個人住 有沒有有時候 真的不開心 這些都是罪 沒有人在你周圍 我們都有罪 自己的煩惱 都會令到我們的生命有困難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們就求主赦免我們 讓我們的家庭 都是充滿光明的 充滿聖結的 譬如那個人信耶穌 但是他生命有很多問題 我們都可以問一下他 你跟人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生氣人 或者生氣自己 有沒有令到你越來越開心 因為說不開心 其實生氣人和生氣自己 都是不開心的 所以就鼓勵他 你越活得聖結 神就越歡喜了 你越聽神的話 神越歡喜 有些人說很難 其實那個鎖匙是什麼呢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還有我知道聽神話最好的 所以就怎樣 一有罪的意念 馬上求主赦免神 你赦免我 馬上求主赦免神 馬上在心裡說 我生氣人 還害了自己 我罵人 還害了自己 有些人以為我罵你 就踩下你 我贏了你 你這麼兇 我贏了你 但怎麽知道 原來好像贏了他 但被魔鬼贏了自己 於是 魔鬼反而攻擊我們 所以生氣人 是害自己的 或者想起負面的事情 哎呀 譬如說 哎呀我都是沒什麽用的了 真是蠢了 什麽都做不到 越想就越做不到 但越想做得到 譬如今天弟兄分享 他很有信心上台 他又說得很好 那這個就是 有信心 如果他上台 他一直害怕 他就不會這樣 但他上台很鎮定 我們感激神 所以在神裡面 我們可以有這個信心 我們可以進步 那聖經也說 希華來書十二章十四節一起讀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追求與眾人和睦 跟眾人都和好 他多不好都 我都跟他和好 並且追求聖結 那有些人說 哇很難 一有罪便悔改 然後我一有不好的意念 立即求主幫我改過 立即不要去做 譬如看色情的影片 那些圖片 那些物件 立即不去看 不去想 立即放手 神就歡喜了 一想到 譬如說 經常想到自私的事 立即放手 越想越得不到 越聽神話越得到 越聽神話 即是神什麼都會給 我感激神 神給我很多 神都會給你很多 很多人要欣賜 因為我有心祝福人 我為何學彈琴 學唱歌 是想祝福人 帶領人敬拜 我為何想學講聖經 因為我想幫助人的靈命 為何要學輔導 可以幫助人 我要感謝神 神讓我每一個人都學到 當然 還有進步的空間 每一個人都有 你們可以免費學到 還有上網看我的影片 很多人都學到 所以你都可以用 你用得到 全部都會任你用 所有文件都會任你用 所以你可以說 我牧師的資料 我去幫助人 神都會歡喜 我們追求聖結 神就歡喜了 好了 有一件事 我們非常要清楚 就是什麼呢 神是什麼都看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其實有些人說 當你見到一個人 三秒鐘 你已經某程度決定 你跟他關係 那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見到一個人 三秒鐘 人是有這個聖情 我講的是人的本性 譬如那個人的樣子 都好像倫倫盡盡 假設 你的心已經說 這個人都不能做朋友 我們三秒鐘 會有這個意念 或者那個人的樣子 你覺得 好像 不順眼 可能一見到他 已經覺得 沒有什麼興趣 這是人的自然反應 基督徒可以改變 基督徒是可以刻意 雖然不順眼 不過我依然祝福他 這是基督徒可以改變 但是 我們就算心中有些少許意念 這個人 好像很倫順 大家有沒有過這些意念 這個人好像說話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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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好像智力不太高 我們心中這些意念 神都看到 譬如你坐車 你看到一些人 那些身材很明顯 他不懂得管理自己的生命 你會不會 立即有個意念閃過 我真的不想像他這樣 或者 為何他會這樣 我們會有這些意念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清理這些 因為神看到的 這兩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讀 基督律二章二十三節 我是那賊漢人 肺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神會看到 我們肺虎心腸裡的意念 並且會報應 我們經常怎樣看人 看得不好呢 神可能在今世報應 就是讓我們經歷到 被人看小的經歷 被人看小 當他被人看小的時候 是不舒服的 有些人跟你聊天 沒有興趣 不理你 因為他看小你 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看小人 亦都會有其他人看小我們 所以我們就說 不要 我們任何人都是祝福 接著耶利米書十六章十七節 一起讀一下 因我的眼目 擦看他們的一切行為 他們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們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隱藏 神是會擦看所有的行為 我們在祂面前的行為 不能遮掩 不能遮掩 在人面前 我們都可以某程度遮掩 但是不能完全遮掩 有時有人以為 我不喜歡祂 不過我又不出聲 那人就不知道 其實是知道的 怎麼知道呢 你見到一個人沒有什麼反應 他都知道你不太喜歡他 即是 那個人如果我們不太喜歡 肯定的表情是不會笑的 那個表情 可能勉強和他招呼 但是那個表情 和你見到一個喜歡的人 是很肯定有分別的 在人的眼前 其實是看得到的 那個人 是不是喜歡你 你會知道的 狗都知道的 你知道嗎 狗都知道的 那人呢 我們更加是知道的 在神面前 是更加一定知道的 你裏面有的那麽多意念 他立即看到 所以我們就說 神你幫我吧 我裏面有的那麽多不好的意念 我們立即求主處理 幫助我們處理 所有的罪業都不能夠隱藏 所以我們越處理 就越好 而犯罪一定會帶來破壞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不要再犯罪 因為犯罪之後 和人際關係有問題 和神關係有問題 神不祝福 自己也偽瞞 如果自己有問題 有負面的思想 不喜歡人 那些不喜歡人的人 他經常說什麽呢 哎呀 誰的壞 這個壞 他自己在想什麽 哎呀 他很壞 他經常想什麽 他會不會開心 他不會開心 他經常都很生氣 他真的不喜歡他 想起這些事情 是產生一些不好的 負能量的身體 荷爾蒙 對身體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有些更嚴重 被人知道之後 這個人更加在背後說他 攻擊他 整班人對付他 有時候我們對一個人不好 他找來整班人對付我們的後果更加嚴重 所以有惡人 我們千萬不要對抗他 對抗他 他背後攻擊我們的仇 更加麻煩 因為惡人對付人 是不會像基督徒會收手 基督徒會犯罪 到不上下 聖靈提醒他 如果誠數基督徒就很快處理 但是總之是得救的人 都一定遲早會有些少處理 些少處理 但是一個非基督徒 他未必會 他一輩子生氣 就是生氣到尾 他一輩子不想採用 他真的不採用到尾 那個人 他一輩子可能會針對你 我認識一個牧師 他真的很困難 什麼困難呢 他有一間 他們是新界居民 他有一塊尊屋 他租給一個親戚 他租給了一個親戚 親戚放了很多錢 做了很多東西 建造了很多座 後來這個牧師就跟他說 我想不再租給你了 那個人就說 我付了這麼多錢 你賠給我 但是這個牧師就說 我不是想要的東西 對我沒有什麼益處 我不是要來這樣用 所以他不肯賠 誰知道這個人做了一件 非常惡毒的事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將這間屋 全部拆開 然後用行拍 全部寄給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寄給政府 在新界的村屋有這個規則 是可以的 如果拆開了 你不可以再興建 他拍了給政府 他已經拆開了 所以他這個地 是不能再興建的 即是叫無用 廢地 即是他被那個人 害得很慘 其實呢 他不知不覺地 他就令到這個人 生氣他 他生氣他 是不收手的 他會報仇 報到是想害盡他的 這個結局 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犯罪 有時候又會造成一些 嚴重的後果 有些最嚴重的 我們聽過 香港的特首 曾經有一個坐牢 在台灣的 也有一個總統 又坐牢 這也是 真是可以發生的事 其實是 身敗名裂 在美國總統 有一個 因為 他 這個水門事件 結果就要辭職 其實我想 他真是 人生的極大遺憾 你想想 他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把你放手 真是很難很難 如果我們有這些發生 是否會很痛苦 所以我們說 神 我不想有這些痛苦 我不想有這些 後遺症 這些破壞 真是太恐怖 犯罪得罪神 因為神一定追討 我們知道的時候 是否會處理罪 任何的罪 任何人的不好 我們都求主幫助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幫助那個人 幫助他的靈命 讓他知道 犯罪 結果後來受傷 那是你 你聽神說 祝福的是你 那你何必這樣做呢 而犯罪 是會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到做甚麼 一起讀 有漢福音十章十節 道策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耶穌來就叫我們 豐盛生命 但是魔鬼來 是一定偷到底 殺害到底 毀壞到底 他們都會恐嚇 但是我們不用怕 有些人 他曾經接觸邪靈 那些邪靈說 你一定會死 但是他信靠耶穌 結果沒有死 魔鬼的恐嚇 我們不需要害怕 真的靠著耶穌 可以特性 但是魔鬼被魔鬼留地 犯罪一定會破壞 而很可惜 是有頗多基督徒 在罪中 不懂得悔改 有很多基督徒 是不冷不熱 失去起初的愛心 犯罪沒有悔改 他會生氣 說閒話 批評教會的牧師 批評其他電影指揮 這些都是我們聽過見過的事情 你看到這種情況是怎樣的 你又不要批判他 你只是勸道他 用這個PDF跟他說 神有個很奇妙的計劃 你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你聽神說神就喜歡 神就祝福你了 但是犯罪有嚴重的後果 神一定看到的 魔鬼一定來偷竊殺後的位位 他一有機會 他就會偷竊 他就會破壞 這樣呢 你想怎樣呢 希望那個人 真的會真心悔過 聽神說 神就歡喜了 那魔鬼要偷些什麼呢 很多人的平安 做基督徒都不開心 你裡面開心不開心呢 希望神將給你平安 還有信心 神會使用我 神會使用我做大事的 有力量 做偉大的事 有力量 這個弟兄 有力量 做更好的見證 越來越進步 還有有智慧 懂得處理不同的問題 也有資源 做到神 為我們預備 所有的一切預備 做的事 有健康 有力量 有聲譽 聲譽也很重要 我們不是要貪明靈 而是 人 接受我們 是一個愛神 愛人的人 關心人的人 這個聲譽很重要 譬如假設 其實現在 有些危險 這個世界有危險 什麼危險呢 那些人可以用AI的科技 模仿你 模仿你怎樣呢 他拍了你的相片 或者你的影片 放在電腦裡面 處理了 然後他跟著呢 就用AI的科技 令到他講話 用回你的聲音 說的東西 是可以是 令到你說髒話 令到你去罵人 令到你去犯罪 於是 放在網上 人們就說 喂 哇 他講這些東西都可以 他做這些東西都可以 哇 他不是信耶穌 這樣會破壞我們聲譽 這些是一些 在這個世界 將來會發生的事 敵基督可能 用這些方法 有這樣的情況 你不要是見到就相信 你不要是見到就相信 你去真正求主 去帶領你分辨 那也都 因為其實 責任在他的身上 我們 就算 譬如他真的犯了罪 我們也不是去批判他 而是幫助他 所以如果你見到 有個基督徒 有人說他做了什麼錯事 我們只是 心態去幫他 就不要去批判他 這個聲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們不要破壞自己的聲譽 魔鬼一見到你犯錯 他一定想破壞你的聲譽 那什麼方法呢 他將這個消息 告訴那些壞人 那些壞人 將你那些不好的東西 擴大很多倍 說你如何特地去破壞人 譬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曾經有人寫書 寫了什麼呢 約翰福音八章 那裡講這個 行淫時被捕的婦人 那耶穌就說 我不定你的罪 你可以不要再犯罪了 但他將你的故事 改為什麼呢 他說你們有沒有人 用石頭扔他 你們沒有 好了 我來扔他 我殺死他 他的故事結果是 耶穌殺死那個女人 他將耶穌的生平 改為一個這麼恐怖的生平 人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上 是有些很不好的人 他會破壞人的聲譽 所以你的聲譽 是非常寶貴的 那我也要保守自己 說話 做事都很小心 不要被人有攻擊的機會 還有人的信任 都很重要 我感謝你對我的信任 我也要信任你們 我希望我們保持這種信任 有什麼情況 我一定去處理 就不要去破壞這個信任 還有人際關係是禮物 幸福的家庭是禮物 我和太太的關係 我感謝神 我也希望大家 重建你的關係 我又感謝神 剛剛有一對夫婦 我用網上 用Whatsapp的輔導 Whatsapp語音輔導 幫助他的關係 即時改善 多謝天父榮耀歸比主 幫助他的家庭關係更加好 這也是神給我們的機會 或者更多機會 以及神的計劃 賞治和永生 原來聽神話就很好 不聽神話 就一定有破壞性 而我們犯了罪 我們求主赦免 神一定赦免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 是公義 一定赦免 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罪 神要的罪 就是憂傷的靈 憂傷痛苦的心 神必定不輕看 神應許 我一悔改 神就赦免了 就好像電燈 會按照你按燈來回應 除非它壞了 不是 你一按燈 它就開燈 神也是一樣的 你一悔改 祂即時跟從祂的應許 一定赦免了 這個就是神的可愛地方 祂一定跟從祂應許的說話 而我們靠耶穌可以用這個德性五目谷來勝過罪 就是 一起讀的紅色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 祈禱 選擇 即是留意到我們有任何罪的意念 知道祂一定有破壞性 以及聖經觀念教我們做甚麼 怎樣處理 然後祈禱求神赦免 給我力量 然後我選擇 明明是生氣人的 我選擇不生氣他 明明他有做錯 我選擇不去罵他 而是用溫和方法引導祂 明明我裡面覺得 心懷不平 我們求主幫我 心平穩安靜 心是平靜的 心是輕鬆的 心是不給人影響的 這個就是神 即是我選擇不給罪影響 我選擇是聽神的話 好了 我們今次就講到這裏 今次講到甚麼呢 神是聖結的 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就追求聖結 我們再講到這三個大點 第一個大點 神在永恆愛我們 單戀我們 所以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第二個要點 就是神掌管一切 我們聽說神一定祝福我們 而第三個要點 就是神是聖結的 所以我們都追求聖結 神是喜悦 神是祝福的人 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神啊 你很愛我們 你是祝福 凡愛無理的人 親近你的 你一定祝福的 你一定賞賜 一定加力量給我們的 多謝天父 你愛我們 在我們未認識你之前 你已經愛我們了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並且 你是掌管一切 你一切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們一切 我們需要的一切 我們需要的資源 需要的機會 需要的恩賜財幹 所有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你都可以賜給我們的 而我們跟從你 遵從你 是必定蒙福 行神的路 追求聖結一定蒙福 求主幫助我們 懂得處理自己的生命 都懂得幫人處理生命 讓人不要活在罪中 讓人聽從你 信靠你 就遵從你 愛你 愛神 愛人如己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心中有什麼罪 有什麼污衛的 煩惱的 憎恨的 都求主幫助我們處理 榮耀重贊歸比主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求主祝福大家 能夠應用今天的訊息 我們分組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的三點 你可以合併來講的 亦都可以分開講的 合併來講是怎樣呢 合併來講就是 神已經單戀你 很愛你了 而第二點就是 神掌管一切 還有其中一切 法院 他會你 他會 Yoo 而且每一個藥 也會受關於赴貌的 於是ğlantそして 去將這個真理解釋 即是討論 譬如說,我總是想追求聖結,總是追求不到 我想遵從神,但我無法遵從 求主幫助我,如何互相幫助,去處理自己裏面有任何的罪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